大陸央视今天播出大选前解放军在东南沿海军演的消息 被认为是在对总统当选人蔡英文释放讯息 蔡英文今天没有回应 倒是一连跑了三个县市的谢票感恩茶会 下午还特别回到屏东感受故乡相亲的热情 以总统当选人身份回到故乡屏东 蔡英文成见人感恩茶会 民众全被谦卑两个字都开怀 民众全被谦卑 但是台湾我们做的是乡屁 不是乡屁 乡屁 大冬已经醉了好几次了 选后不用读稿机 蔡英文神来一笔都幽默 选前三个担心 选后三大请托 蔡英文三声五令要严守纪律 我们一定要有纪律 应该做的事情就不能做 我们要记住我们责任很重 我们全体的荣誉 全体的光明 会因为一个人的错误 而受到伤害 英人重返国境之难 但卸票行程 一早可是从高雄开始 因为论功行赏 市长成局算是第一功成 你高雄哪有什么 你高雄哪有副总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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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的选举第一战功 一定是副总统的是不是 没有超过一百万票 还会看到蔡英文总统 很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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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能帮蔡英文拿下百万票 陈局连声抱歉 不过未来中央地方全面执政 先前提议部会南迁高雄 当着蔡英文的面 陈局二度开口 南北要公平 我们总要要求公平 你说对不对 所以说我会让蔡英文总统 当建人副总统 让他压力 我都会 看这个全台最大的集团 还有什么公平可言 哪一个人想到 每一件政府的政策的时候 哪一个人不敢把高雄 先放在第一个地方 内政问题成局请命 就看小英有没有听得进去 而同时间还面临陆方军事威胁 主席解放军在选前军演 会觉得在针对你吗 选前解放军在东南沿海军演 选后央视播出影片 时机敏感警告意味浓厚 蔡英文嘴上不回应 却不得不谨慎面对 北京释放的讯息 原题五警讯刘一轩 高雄屏洞报道